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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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來我幫大家介紹 自動化系統設計與實物第十四章 自動化控制系統實驗一 自動化控制系統實驗一 那在這張當中我們會先介紹 拉式轉換,再來對系統做一些分析 介紹穩態誤差 還有一階系統的分析 這是我這張的 綱要,首先介紹拉式轉換原理 再來進行拉布拉斯實驗 再來 系統模擬的原理 系統模擬的實驗 穩態誤差原理 穩態誤差實驗 一階系統原理 跟一階系統的實驗 首先介紹 第一個小節 拉普拉斯原理 在控制系統當中 經常使用拉式轉換 來描述 信號與系統 也就是將信號與系統 來表示 那我們在使用拉式轉換的時候 假設我的系統 是線性非實變系統 透過這種表示法 可以用來探討 即分析信號 跟系統的特性 可以同時用來設計控制器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拉式轉換的數學定義 如果 ft 滿足以下的條件 ft 乘上 以什麼沒有負 sigma t 的絕對值 大小 積分從0到無限大做積分 它的值的是小於無限大 其中 sigma 為任何有限的時數 如果這個式子成立的話 ft 它就具有 拉普拉斯的轉換解 那我們來定義一下 什麼是拉普拉斯 就是把ft 的函數 乘上 sigma 負 st 積分 從0 積分到無限大 就得到 fs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 假設我的ft 等於 ust 這個 ust 就是我的不接信號 時間大0的時候是1 時間小0的時候是0 所以它的 fs 等於多少呢 所以把 ust 帶入這個式子裡面 放在 ft 的位置 乘上 sigma 負 st dt 那因為 ust 在0到1之間是1 所以經過整理之後 它會得到 x 分之1 所以 ust 的函數 它的拉普拉斯的表示方法 fs 就等於 x 分之1 那我們來看一下 常用訊號的拉式轉換 第一個 就是在 timeline 我們分成 時間領域跟 s 領域 就是拉式領域 如果在 time domain 是 a 就是一個不接的函數的話 它的拉普拉斯 domain 就是 x 分之 a 實域是 at 的話 它的 x domain 就是 x 平方分之 a 如果實域是 2 分之 a t 平方的 它的 fs 就是 s 3 四方分之 a 還有比較重要的 以使用負為 t 它的 x domain 的 fs 等於 s 加 1 分之 1 還有比較重要的是 sin 的 omega t 它的 x domain 是 s 平方加上 omega 平方分之 omega 再來是 cos omega t 它的 fs 等於 s 平方加上 omega 平方分之 s 所以這個表格裡面的 這幾個信號 就是我們常用的 拉式轉換的關係式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拉式轉換的重要定理 跟它的物理特性 f t 我們通常在表述的時候 f 是小寫的時候 代表它是實域訊號 這個雙肩頭代表是一個轉換的意思 右邊的 fs 這 f 是大寫 就代表它是 x domain 的 Laplace 的訊號 所以左邊 ft 小寫的 ft 就是實域的表示法 右邊的大寫的 fs 就是它的 x domain 的訊號 如果我在左邊 實域的地方乘上一個 k 的常數 那把這個訊號呢 經過拉式轉換之後 到右邊 就會等於 k 乘上 fs 所以將一個輸入訊號 ft 經由放大器 或者衰減器 放大或縮小 k 倍 則它的輸入訊號變成 k ft 這時候它的 Laplace 的轉換 就由 fs 變成了 k fs 所以呢 我們看到這邊有個方塊 中間方塊代表 k 代表是一個真意 左邊代表它的輸入 ft 是代表它的實域訊號 經過拉式變成 fs 它是稱為我們的 input 經過放大倍於 k 之後 右邊是我們的輸出 k ft 代表說 實域放大了 k 倍 同理的 x 走面 k 乘到 fs 代表頻域上 x 走面上也放大了 k 倍 所以經過一個放大器 它輸入跟輸出關係 可由這個圖形來表示 再來第二個 是一個相加的過程 同理 小 ft 的拉式轉換是 fs 小寫的 gt 它的 Laplace 是大 gs 所以呢 等式的左邊 把小寫的 ft 加上小寫的 gt 兩個做相加 將我們的結果 取拉式轉換 正好會等於右邊的 大寫的 fs 加上大寫的 gs 所以呢 將一個訊號 輸入訊號 ft 和 gt 經過加法系相加之後 則輸出 就變成小寫的 ft 加小寫的 gt 它的拉式轉換也是由 fs 跟 gs 做相加 這代表一個加法的特性 所以看下面圖形 輸入是 ft 加 gt 輸出呢 就是 ft 加 gt 那它的時域跟 x domain 頻域的 是相同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微分的運算 ft 消寫 ft 經過 Laplace 變成大寫的 fs 如果在等式的左邊 把 ft 對時間做微分 變成 dft dt 它的 Laplace 會等於 s乘上大寫的 fs 減掉 f0 其中這個 f0 代表它的初始值條件 假設我們假設 f0 時間等於 0 的時候它的初始值是 0 就是初始為 0 的話 則 dfdt 它的 Laplace 的轉換 就變成 s 乘上 fs 那在物理系統而言 微分的動作就相當於等效 是把 fs 訊號輸送經過一個微分器 可是經過微分之後 它拉轉換變成什麼 就變成 s 乘上 fs 那這樣一個微分的動作 我們可以用電路來把它合成 它可以經過兩極的運算放大器 第一極的是一個輸入的訊號 經過一個 c 電容器 回收部分放一個電阻 這一極是一個微分動作 但是它有一個反向的運算在裡面 所以第二極呢 再經過一個反向放大 就得到我們輸出 所以輸入是 fs 經過兩極的運算放大器之後 輸出就變成是 s 乘上 fs 那下一個重要的運算 是積分運算 ft 是我的函數 經過拉似轉換變成 fs 如果把 ft 的函數 對時間做積分 積分從範圍從 0 到無限大 那它的拉似轉換變成 s 分 fs 所以呢把這個積分的運算 我們可以用下面的積分器電路圖來描述 輸入是 fs 輸入電阻是一個 r 在回饋的路徑上放入一個 c 的電容 所以前面這個第一極代表是一個積分運算 那第二極呢 再放放入一個反向運算 所以經過這樣的運算之後 輸入 fs 在經過兩極運算就產生一個積分動作 所以輸出呢 就是 s 乘上 fs 在這個小節當中呢 我們先對 Laplace 的基本原理進行了解 對 Laplace 的定義 先進行它的定義 接下來呢 對它的乘法運算 加法運算 微分運算 跟積分運算 進行說明 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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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見